现在车还没来,我们再稍等一下 这个雾气有点大,有点像在拍恐怖片 OK,我们的车来了 这不是14车,14车在后面 这是4车 这里就是动车的餐厅 要吃饭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吃饭 还有商品价目表 注意点,门关门 刚才我在外面走的时候 那个啥,列车员说 不要在外面走,赶紧到车厢里面走 因为他随时会关门 但是我看时间还有5分钟啊,来得及啊 这里就是14车 定员85车,哇,14车好满 这么多人 等别人弄完,我们再过去吧 过道上好多人 然后我买的是F号座位 他这个座位,应该是从这边 座位从这边开始熟起 ABCDEF 所以A跟F都是靠窗的位置 看到没有,如果行李较多的话 较大的话,拿不上这个行李架的话 还可以放在这边 他这边有专用的大件行李架 就在车厢的两头 前面和后面都有 然后每节车厢的头跟尾 都有儿童购票标准 1米2应该是免费 1米5以下应该是半戒 OK,现在过道没什么人 我们要过去吧 寻找我的车位 好 现在已经做了五六个站了 他的行驶速度一直保持在每小时200公里 有时候199有时候201 大概都在200左右 高点的食品推销员也不容易 每个车厢推销过去 最少一节车有20个车厢 还是15个车厢 然后每个车厢都重复同一遍对白 这也是挺难的 而且嘴巴都讲干了 从第一节讲到最后十几节车厢 不知道卖出去多少 但是他有抽成的就是 多卖抽成多拿 哇,这个小铁车厢好多小吃品 之前那个福州高铁 龙岩高铁有招聘那个 动车上的那个收货员 工资标准是 一天120元加提成 干够多少时间 然后转转完以后 有交易保 等于说 保底工资每个月 3600干嘛 30天 这也是一份多劳多得的工作 多卖多收入 现在是中午11点半 我们去看一下餐车上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午餐卖的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有经过餐车 刚才忘记餐车是几号餐车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 因为铁路局在2015年有出了一份文件 说是在 动车上的 15元的餐盒 跟那个 2元的玉砖水 是不能断 不能断货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随时随刻过去买 他都要卖给你15元的盒放 以前我有那个旅客投诉说 过去买盒放都是 40 60 这两个价位的 又便宜的合法 所以很多人投诉 所以高铁公司 所以铁道部就出了个这个文件 现在应该不能叫铁道部了 叫铁道公司吧 但据说 但据说在2017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份补充文件 说不强制 铁路餐饮服务 要强制配备15元的 餐盒 15元的餐盒卖完了也就卖完了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情况 有的高铁上有卖15元的盒放 15元就是红烧豆腐 生产日期 今天1月14号 它是1月13号的 然后高铁乘务员拿给我的时候 整个饭是热的 15元就是一盒盒饭 加一克套餐的一次性餐具 我们来看一下 看里面红烧豆腐 除了红烧豆腐还没有其他的配菜 这就是高铁15元盒饭的内容 然后它这个做的还是蛮正规的 它也不是全部都是那个豆腐 这些是肉末 木耳豆腐 这是包菜红萝卜 它这个快餐的生产日期啊 营养成分啊 还有净重啊 菜肴的重量 跟饭的重量 还有里面包含的东西 明细这里都有 大米水 蔬菜 盐 植物油 白炸糖 调味品 还有支撑条件 生产标准 生产厂家电话 呃 支店啊 管理体系要求 看一下它这个量有多少 下面还有 还有招菜 还有小菜 这边 这边就是全市包菜了 看下有多深 呀 这个很浅了 豆腐我看一下 五片 一二三四五六 六片 肉末红烧豆腐 然后这边是青菜 就是这些了 之前我们一直吃去外面吃饭 考核三家的标准就是 它有没有免费续饭 或者吃面的话有没有免费续面 高铁商估计应该是没有了 这个招菜 招菜味 不够浓 但是有点辣 这个青菜不行 这个青菜它的煮法应该是 开水烫熟 然后直接倒油进去 跟油进去搅拌一下 它不是炒的 炒的青菜绝对不是这个味 炒的青菜绝对不是这个味 吃起来的是豆腐 红烧豆腐泡 严格来说应该是红烧豆腐泡 木耳比较辣不脆 估计这个豆腐吃不了 吃完的还要多喝水 肉末还可以 肉末不会嫌 出门在外 外面的食品 我们说外面的坏汤 外面的饭店 东西卖的贵一点 是很正常的 没有超过正常的价格太多 我们是应该可以接受的 所以特场或者特色小吃 开到家家 包括你去做上会的 我觉得好 我个人认为 在春雨期间 我们坐上 动车 在动车上面有一头 乐饭汁 而且 十几块钱 价格还便宜 干净卫生的 乐饭 当然 你不能 感觉它味道有多好 有口乐食吃 毕竟 毕竟能在旅途嘛 是不是 我们应该感觉很幸会 现在的出行条件 比五六年前比十年前已经好太多了 我记得十几年前有同事过敏回老家 我们去送他 你知道我们送他要买什么吗 要买一大堆的水果 然后好几瓶的水饮料 还有就是面包啊 点心啊这些之类之类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火车上吃的不好 每天去吃 以前都是绿皮火车嘛 而且绿皮火车 你看到那些小飞车啊 那些食品的都贵 而且又拥挤 想一想这样子的 正常环境根本不可能 因为太咸都被我嚼到一起吃了 其实还可以还可以 够吃 如果想吃的很饱的话 可能不够 可以吃饱 可以填一下肚子 挺好的 我感到挺满意 如果他没有卖给我15元的盒饭 如果他没有卖给我15元的盒饭 我就会在视频里批评他了 他这个还有送仓服务 可能是那个商务 商务车厢 就是一张票1000多的一种 当然我们这个买完盒饭也可以 拿回自己的座位上吃也可以 无人在餐厅吃 我是由于这里餐厅比较宽敞 我要看待一下 我们在视频里面比较方便 视频的开头说过我第一次 春雨期间做那个动车 最外地 现在也是春雨期间 第一次在动车上吃饭 太咸也被我吃完了 吃得干干净净 剩个辣椒,这个辣椒是直接蛮的倔强 然后它这个一次性的餐具里面 除了有筷子和条根,还有牙签 还有餐巾子 这两天新闻,重新有一辆动车发出来 可以在动车上打麻将 一个人收费110元 有人装个人去做这趟可以打麻将的动车 这是个性化服务吧 吃完了,口罩就戴上 动车上吃15元和饭的视频就拍照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拜拜